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灵火圣经中的专题题目是 恳切代求 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记载在但一礼书九章三节 我便尽时平马蒙灰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代祷是指着信徒为他人迫切的需要 而向神发出圣洁 大有信心恒切的祷告 就如刚刚所读的但一礼书九章中 所记载但一礼的祷告 正是一种典型的带导 他为着耶路撒冷的重建 和整个以色列民族恳切的求告神 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基督 亲爱的圣灵 以及新旧约的时代 许许多多圣徒的带导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 基督和圣灵的带导 第一 主耶稣在地上侍奉时 常常为着他要寻找的人祷告 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他自己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曾为了耶路撒冷痛心哀哭 也为门徒和所有相信他的人 向父神祷告 甚至最后在十字架上 他仍然无私地 为出卖他的仇敌们祷告 第二 不仅如此 就算耶稣复活回到父神那里 直到如今 从未改变过的 就是他在父神宝座前 继续为我们带导 使徒老约翰也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为耶稣做见证说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忠宝 就是耶稣基督 由此可见 基督的带导 在救赎罪人的大功中 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若不是因 基督的持守祷告 即便领导我们的恩惠 怜悯和帮助 也可能使我们跌倒 远离神 再次沦为罪的奴仆 三 圣灵也在为我们带导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保罗说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 说的是 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 替信徒祈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带导 而圣灵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为我们带导着 圣经不仅经常提及 信徒彼此间的带导 更列举了许多大有能力 且卓越的带导实力 第一 在旧约圣经中 诸如君王 先知 祭司 这些治理神百姓的重要领袖 都会率先为整个民族带导 旧约中 记载了一些关键的带导例子如下 亚伯拉罕为罗德的缘故 向神求赦免 佐多玛及阿摩拉城 大卫为自己的儿子带导 约伯也为他的儿女献祭带导 在旧约中 我们也看到 摩西屡屡发出大能的带导例证 有好几次 即便神已经明确指示 将对以色列百姓施行严厉的审判 摩西仍然迫切地向神祷告 恳求神改变心意 例如 以色列人背逆神的命令 拒绝进入迦南地 神便告诉摩西 他将要毁灭他们 转而兴起摩西的后裔 成为大国 然而 此时的摩西仍恳切地为以色列人代求 以至到最后 当他代祷完毕的时候 神终于应允他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我们再来看看 在旧约中一些大有能力的代祷伟人 例如 以利亚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但一里 从经上得知耶和华的话 领到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便进时 披麻蒙灰 定义 向主 神祈祷恳求 而尼西米呢 从弟兄哈拉尼等人的口中 得知了贝鲁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正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 便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 进时祈祷 第二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新约圣经 也同样记载 大量代祷的实例 在四福音书上提到 有人 为着心爱的人 求告主耶稣 特别是父母们 为着儿女的需要来代求 如同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节 所记载着 有一群母亲 在听到的时候 祈求耶稣 祝福他们的孩子 也如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为着自己的子女 向耶稣祈求 更由父母祈求耶稣 医治他们患病的孩子 艾鲁为了死去的女儿 祈求耶稣的医治 至于百夫长 也特别祈求耶稣 医治他的仆人 第三 新约时代的教会 也时常为弟兄姐妹带导 例如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记载 彼得被西律王下在监里时 耶路撒冷的教会 聚集为彼得的祸事来带导 到了十三章 安提亚的教会 甚至以进食祷告的方式 猜浅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 并为他们代求 在雅各书五章那里 身为教会领袖的雅各 特别指示教会中的长老 要为病人祷告 并且指示所有信徒 也要互相代求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中 进一步地教导信徒们 更要紧的是要为万人代祷 第四 在代祷的方面 使徒保罗不但常常 在所写的书信中提到 他为众教会 以及个人所献的祷告 甚至有些时候 他直接将祷告词 详细地栽录出来 除此之外 保罗也时常请求众教会 为他代祷 因他深知 只有借着教会的横切代祷 他的福音事工 才会大有果效 代祷的目的 从圣经中不可圣属的 代祷实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敬畏神的圣徒们 常为着以下目的求告神 第一 改变神实行审判的心意 第二 复兴神的子民 拯救人脱离险境 求神赐福给他的子民等等 此外 他们也为以下事项带导 包括圣灵能力的降临 病得医治 罪得赦免 执政掌权者 能有良好的统治 以及信徒的灵命成长 并且保守教务人员的侍奉 在教会能够有效地推行 为万人的得救 甚至是为万民 都能够来赞美神等等 都是神的儿女们 带导的范围 愿我们从今天起 就起来 恳切代求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